Hello,大家好,我是Kenn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沖繩資料Day 2 為甚麼只有我一人呢? 其實是因為老婆去拍車的 我們今天會做些甚麼呢? 其實就預約了一個Local Tour 然後會出海看瓊魚 我們就選了一間叫做... 不知道看到一個招牌 看不到招牌呢? 我就放回資料在Description 看到了 選了一間叫Cesor的店 他們除了看瓊魚之外 他們都會做一些潛水的指示 上課那些 但是因為我自己就不太游泳 我們就選了一個出海看瓊魚 到底看不看到呢? 其實比較特別就是這間 基本上是Guarantee 如果看不到就退錢 出到海看看有甚麼可以拍給大家看 有很多人 麻煩看一下你的鏡頭 說說你這個很坨的感受 我覺得是沒有物品 OK 給你一次機會 給你一次機會 當然是廢的 OK 是這個印台的問題 是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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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隻呢 就是我們會坐牆去探望 不太大隻沒有 就是有遊艇 不知道浪不浪呢 不過吃了雲朗魚應該OK 其實經過了大概半個小時的船程之後 剛剛船長的船停下了 就說這個地方 應該就如無意外 很快就見到驚魚了 我就看看是否真的會見到 還是今天真的要拖點錢給我呢 Good 那有威風力嗎 很漂亮 很漂亮嗎 很漂亮 用了兩個半小時 其實就出完海回來了 大概去年半左右 去到那個集合的地方 然後 製造了一些簡單的方向 出了海 其實因為沖繩觀慶協會那裡 只可以容許船出到 觀慶的地點 留一個小時 所以其實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就已經回來了 你問我值不值得 剛剛剛剛片段也看到 我們真的看到有驚魚 那這次我們四個人 用了大概是八千日圓 左右 正價是四千五百日圓 一個人 但是因為我們之前 儲了一些在Jalan上面的 我們就四個人加上八千元 用這個價錢呢 我覺得 就可以去看的 因為 雖然和我幻想是有少少不同 雖然和幻想有少少不同 雖然和幻想有少少不同 但是其實 二千元一個人 二千日圓一個人 玩了兩個多小時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正價四千五元 你看到我的影片 都是遠觀的 我想都不是很容易 去到近一點的地方 值不值得 就見人見知了 這兩個小時我都玩得開心 回到這裡 過了整個早上都很餓 現在先去找東西吃 去到找東西吃的地方 再和大家聊 在剛才下了觀慶船的地方 大概五分鐘車 來到旁邊的樸廣市場 這個跟公廁有些一樣 都是一個魚市場 都是差不多 你可以馬上買的東西 馬上吃 裡面也有些桌子 準備了讓人坐下 現在進去看看裡面的海鮮 是怎樣 還有有什麼食物 因為真的很餓 到我了 這裡可以進來看到 完全不是一個魚市場 來的 成為了成 這裡已經有些焗了的龍蝦 還有一些帶子 是燒的 這些帶子 生蠔 成這樣 成這樣 什麼平衡呢 這裡的即買即開即食生蠔 好吃嗎 很甜 很甜 而且很爛 很好吃 這確是大的拖籠 肥蘿上面有高 真的很油香 很爽 好吃 不知道是什麼魚 超魚 超魚 新鮮的東西 真的完全不腥 我覺得很好吃 它的味道跟香港吃的味道不同 跟香港吃的味道不同 我覺得 其實這裡很划算 因為買了這麼多東西 我想都是幾千日圓 我不知道有沒有計 但確實是好吃 三合子 這裡 這裡 四千多 六七千日圓 但是吃的東西 全部都新鮮 所以暫時不說 讓我吃東西 很餓 轉頭再說 好 這個人開始處理蝦了 對比蝦的 剛才用你的頭 好了 你知道我的頭多大 有一個人頭那麼大 沒有關係 好 剛剛 這麼快衝城之旅 第二天主要的行程 就走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會去 這個旅程 第二間酒店 第二間酒店 是怎樣的 下一條影片 今天要說的 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我們一個讚 分享給朋友觀看 如果你有去衝城 看一個鯨魚 或者想問多一點 關於我們剛才看鯨魚的資料 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們 訂閱之後 按旁邊的鈴鐺 就立即收到通知 這條影片說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